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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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起床了,吃飯了 哦,好啊,好啊 媽,跟你說一個好消息 我最近通過了公司內部的機師培訓 所以從下個月開始,我就是一名機師了 阿尊啊,你說要當飛行員 媽媽是很支持啦 可是你一上天,媽媽的心就擔心 媽,你不用擔心啦 現在飛機師的機率比車禍還低 而且只有起飛還有降貨的時候 需要機師來操控而已 不用擔心啦 好,媽媽知道你優秀 我就不多說了,自己注意安全知道嗎? 嗯,我知道啦 唉,房子這麼大 跟監獄一樣啦 媽,不然 我帶你出去走走吧 不好啦,走不動了 走不動了 沒關係啦,媽,你這麼長時間都待在房子裡面 我背你一下子,我們出去走走路,吹吹風吧 好啦好啦,也好 嗯 媽,外面有點冷,劈個劈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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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你要不要乾脆搬來跟我住啊 這樣我會比較方便照顧你啊 不用啦,長大了,你們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不要去打擾你們惹人厭啦 可是,你這樣一個人我也不放心啊 可以啦 可以啦,也是一個人生活這麼多年了 媽 媽 媽 你在哪 媽 媽,你在房間嗎 媽 媽,你怎麼了媽 媽 喂,119媽 請快點派救護車過來,這邊也有昏倒人 地址是台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一段 147巷,13號4樓 對,麻煩你快點 好,謝謝 媽,你要撐住好嗎 媽 媽 媽,這海鋸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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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 好,我相信你最喜歡故事那一天 陳北遙的坐車剛離開酒店 蓮花酒店貴賓樓外牆上 一道黑色身影悄無聲息的鐵劍穆扇窗 陳北遙給木山安排的房間在二十多層上下選擇 比直的玻璃長向一道橋壁 入學任務的靠近 可這其中一定不包括彈 木扇下身不能移動 躺在床上救著台庭看書 聽到床邊 而且你再怎麼努力都沒用啊 你再怎麼沒用啊 你都比不過我們直接跟媽媽有直接寫的關係的人 對啊,你就是沒有學人關係的啦 所以你可以不用再死 都知道你的目的就是為了那些財產 所以你可以不用再這樣子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雖然我常常看不到你們 但是 但是我想 你們應該都還是愛媽媽的吧 只是媽媽媽喔 老了 來看我很無聊 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樣 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樣 跟你們一起出去玩 事業順利 平安 健康 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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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份量的挑战